有客人反映,用PoM眼膜時 有時Nino Collagen黏在透明上面 我們馬上把你們的照片送給廠商 他們也很負責任,馬上開了幾百包來做Random Check 看看會不會是批刺的問題,但沒有的 其實我用和你用的全部都是一個批刺 所以我們也研究了一些方法避免這件事發生 首先,平時的Foil Bag,大家不要壓它 第二,你開封時不要按住這裡來開 兩隻手指都要在這個口裡 開的時候是橫開,這就正確示範 然後輕輕力拿兩隻眼膜出來 不是撕貼紙這樣撕,不是這樣 然後找一隻角,哎呀,撕不到 因為這樣更難撕 這樣就會有一點黏在透明膠 我現在發明了一個新方法幾好 就是這樣拿著腰果形 可以兩隻手,但只拿著邊 其實你會發覺 始終有很多條邊很容易撕 因為其實它沒有膠水黏著 這條邊可以撕到,這裡可以撕到 不要撕走透明膠 反而是撕走不織布 不費吹灰之力的,假如你的方法是對的 我再做多一次 找出它的弱點,這裡容易淺一點 留下透明膠片在底 沒有東西 又來了 找到 就在這邊用力 撕出來 再試多一次 找到就是這裡 再擦有抹抹那個人 還有一個小提示 開啟之後 馬上用 盡量不要在浴室上用 因為太潮濕了 你看我拍片 也在化妝桌上 因為你一開封那一下 其實可能已經有些水氣會進去 令到collagen容易黏在透明那邊 假如真的有納米龜膠原黏在這裡 其實你也可以照用 濕一點水 印它下來 如果你怕這塊東西 能夠啃到眼睛的話 你也可以弄濕手指 啃了它 馬上點到眼睛 都可以的